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个 这里边是怎么个江湖人员 好第一 MVC框架的缺陷 MVC框架有什么缺陷 有的人说 老师你这讲MVC还没讲几天 然后这个缺陷又出来 对 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有缺陷 你不知道缺陷 可能是在教学的时候没告诉你 或者你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 有这么一个增加你的记忆负担 但事实上它是有的 什么样的缺陷 我们来看 一 首先我们原先要求 HTML CSS加JavaStory的分离 这三者的分离 理论上不是分而置之 本质上它不是分而置之 什么叫分而置之 分而置之是说 我有一个大问题 然后呢 我这个大问题 我没法下嘴 然后呢 我把它转化成几个小问题 然后每个小问题挨个解决 而且这里面有一点啊 就是小问题之间应该是互相不影响 就是小问题和小问题之间没有关系 理解吧 这叫分而置之的思想 分而置之其实就是大问题 下不了嘴 然后改成小问题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原来我们听那个 就是赵本山那个和宋丹丹的一个小品 小品里面说 说我给你说个笑话 这个说问把大象关冰箱里需要几个步骤 三步 第一个把门打开 第二把大象踹进去 第三个把门关上 然后大家觉得 中国人觉得这是个笑话 你知道吗 我可有这么分步骤呢 是吧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典型的分而置之的办法 而且如果你把这个东西说给老外听的话 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说对啊 没错就是这三个步骤啊 中国人会说你傻呀 这这这第二步怎么做 你怎么把大象塞冰箱里 老外说这我不管 把大象放冰箱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就要拆 你想把大象放冰箱里 我总不能不开门吗 对吧 那么 首先我得把门打开吧 这是第一步骤 从逻辑上来讲 这第一步骤没错 第二个 那我一定是 你说把大象放冰箱里吗 我就把大象放冰箱里了 放进去以后 然后第三步我往往关上 你可能说对不起 关不上 塞都塞不进去 就塞得进去也关不上 好 第二步和第三步可能有问题 第一步没问题 而且我这么分没问题吧 那么我这么分没问题的话 这个分而置之是本身是合理的 而且开冰箱门 C大象和关冰箱门 这三件事情互相之间 基本你可以认为没有什么联系 所以这个分法是对的 所以老外觉得这就应该这么分啊 那你可能会问说第二步怎么操作啊 老外说那是那是具体第二步 就我得分完了 分完了以后 我再具体来看第二步怎么解决 有可能第二步再分三步走 一点点分 直到分到每一个工作项都可以做得下去 其实做到这你就知道了 什么叫工程化 工程化就是分而置之的思想 就是一件事情 把一个大事情 切成几个互不影响的小事情 然后每件小事情 就由一个人来做 做完了以后 互相之间的工作 是能接得起来的 这就是工程吗 这就是engineering吗 所以从这个笑话 说明了一点 中国人缺乏工程素养的 我们想问题 就是没有一个步骤 所以为什么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 就是你会你会感觉就是很多本来能够工程化的东西 我们反而觉得是笑话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扯的有点远 我但是这个概念对大家很重要 html加css加javascript分离 为什么不属于工程化 因为你把它切成htmlcss和javascript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三个问题之间不是没有关系关联的 任何一个问题 你的任何一个需求都会转化成html里部分 css里部分 javascript里部分 你发现了吗 所以最后你发现说 你并没有问题并没有解决 比如说原来我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分成三个小问题以后 我应该能找三个人背对背的去做 做完了以后东西对得起来 能够对接起来 但问题是你现在发现 你把它做完了 你把它分给一个人以后 一个人拿这个需求的时候 它要在三个不同的问题域里去解决问题 html加css加javascript 所以那么这么做完了以后的后果就是 事实上这种分离 它只是文件格式的分离 这个东西压根不叫工程化 只是方便你进行文件管理 我实话实说或者是代码管理 所以在javascript中 业务逻辑和界面逻辑 就是会混在一起 而且混的让你 就是有些东西是为了界面 这个给用户一个反馈的 有些东西是跟业务相关的 什么叫有些东西跟业务相关 有些东西只跟界面相关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购物车 如果是业务的东西的话 那么它在PC上和在手机上应该是一样 因为它是业务 业务都一样 你只要是购物车业务都一样 但是你显示的东西可能显示有区别 那就是因为购物车和那什么本身是有区别 那么在这里边 html和css这个分离 其实来讲是没有做的很好 所以这底下势必无法容易构造大型的前端的应用 这个首先是说一下 就是这个原生的不成 其实我这么说一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view也好 react也好 这种工程化的东西 事实上来讲都是容易构建那种 大到你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的这种工程 但事实上世界上有这样的工程 它必须需要这样先进的技术手段去解决问题 它的问题是说 如果你换成html加css 这事压根干不出来 我这么说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你写个一加一等于二 写个加法加法的函数 你拿汇编写不出来吗 这事没多难吗 问题是如果你写一个office软件 你也用汇编写吗 对吧 这就累死人了 那么他必须用更高层的东西来写 他的才能才能把这么复杂的问题 然后高效的解决了 然后最后才能build 再build成二斤之代码 其实这个问题在这是一样的 就是原生如果你写的话 它的效率会很低 特别是在特别大的时候 那么好 Facebook开始使用mvc mvc这东西 我说句话 我上个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我上大学mvc 2000年2001年的时候 那就已经到处在谈mvc了 只是当时大家没多少人愿 吊了个东西而已 那么但是Facebook在用mvc以后 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mvc让代码变得非常复杂 这主要体现在为 不同模块之间的依赖的 偶合的增加 你想啊 任何一个应用 总得有个数据 总得有个view view还不一定是一个 比如有三个modem 三个view 如果在全排列的情况下 会产生九个c 对吗 每一个m和一个v 就得有一个c 好吧 就你解决一个问题 至少一套mvc吧 或者还可能还不止一套 有可能一个m对两个v 那么就是有 就是一个m两个v两个c 这这都有可能 而且呢 当一段代码开发修改了这段代码后呢 会迅速的影响到 依赖这个模块的其他代码 代码变得非常脆弱 不可预测 这其实是大型项目一个比较痛苦的地方 就是说他做着 他改一行代码 然后出一堆问题 而且出完这一堆问题 他还不知道这问题在哪 这个没做过特别大型的项目的人 不会有这感觉 做过真正做过一点 就是有一点快头的项目的时候 你改到后来 你自己改的都头疼 而且后来有的时候 你会不敢改 这个当你有一点不敢改的 这个感觉的时候 那说明你的项目 这个个头多大了 好 第三个呢 是问题在于 mvc中开发者为了图整事 通常不去选择扩展controller 而是直接在model和view之间通信 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非常非常普遍 那么我们底下看 它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理想中的mvc 对吧 理想中的mvc m的模式v模式c 那么我们看controller跟model之间是双向的 然后呢 controller跟view之间是单向的 这么过去 对吧 然后我们这图换一下 这叫被玩坏了的mvc 这mvc被玩坏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就这个特效 就是说这还是刚才我们看见的c 好一个c 正常来讲 应该是有多个c啊 但是来讲他会直接把model和view之间进行通信 那么这里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 比如model a b c 然后若干个model 那么view呢 也有a b c 若干个view 好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会看到 我这里面做了一个规定 就是从view到model的这个数据流 都是黑线 那么从model到view的数据流 全都是红线 就全部插在一起了 这还是简单的 这一共没几个 就你经常会发现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的数据 跟其他人数据都依赖它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一个用户 登录的这个数据 比如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是否登录了这个数据 哪都用 哪个地方都需要知道 你登录了 我给你显示登录的东西 没登录 我显示不没登录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它是能跟很多的模块之间 都有这种互相的这种控制关系 依赖关系 那么禁止M和6之间的通信 是非常不现实的 因为首先 JavaScript的语言 无法很容易的 能进入某种通信 JavaScript语言 说句实在话 压根没有封装 然后你除非使臂包 不使臂包的话 你一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说 让别人不可读不可写 没人都没有 你只要那object拿到手里面 就object的在手 然后随便什么东西都能改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另外是MVC模式中的 Model和View通信的实际 的情况 在安卓和iOS开发中也有存在 而且是继承试试的 你去看 很多的安卓和iOS 他们用的也是MVC模式 他们这种问题 依然也大量的存在 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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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